这是一个十二月的夜晚 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 说话声和笑声 时不时地从一个三层楼的小洋楼里传来 有四个人坐在小洋楼客厅的沙发上 虽然已经很晚了 但是他们完全没有睡意 因为他们正在兴奋地讲着鬼故事 这四个人中 有两人是这个屋子的主人和主妇 主人李时 年龄大概三十岁 是一个公子哥 因为家里有钱 他每天只知道吃喝玩乐 主妇文华 不过二十四五岁 穿着漂亮的衣服 笑起来很美 第三个人 是一个很瘦的年轻人 他叫猪龙 是李时的好朋友 也是这个屋子的常客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年轻的侍女 她不是很高 有点胖 她是主妇文华最信任的人 名字叫做小凤 一个小时前 李时夫妇和猪龙 在电影院看了一部鬼片 这是李时夫妇第一次看鬼片 他们一向胆小 特别是文华 怕鬼怕得厉害 但人都是这样 越是怕 越想看 因此 回到家后 他们还不满足于 电影中的故事 开始聊起 自己听过的 鬼故事 猪龙对鬼故事 没什么兴趣 但是为了助兴 这晚 他也讲了几个鬼故事 就连那侍女小凤 也兴奋地 讲了一个鬼故事 他说 在我们家那边 有一个很坏的律师 有一回 他为了钱 把一个好人 害死了 事后三年 那个律师 因为有了钱 生活得很好 谁知 三年后的一个晚上 他和朋友 喝完酒后 一个人走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 他一直觉得 后面有人 后面有人 跟着他 那个时候 已经很晚了 他走的 又都是小路 所以路上 没有人 也没有灯光 很黑 很安静 他很奇怪 为什么 路上明明没有人 他却一直感觉到 他一直感觉到 后面有脚步声 而且 只要他一停下来 脚步声就听不见了 但只要他一开始走路 脚步声 脚步声又响起来了 他借着月光 回头一看 呀 那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三年前 害死的那个好人 那个人 静静地看着他 轻轻地笑着 那个律师吓得 马上跑回了家 他只觉得 后面的脚步声 静静地 一直跟着他 一直把他送到了家门口 回到家后 那个律师 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当晚 他就得了疾病 死了 死后 他的家人 发现 他的脖子上 有一个 又黑 又大的手印 后来 人们都说 那是鬼的手印 他是被 鬼手 杀死的 侍女小风 一口气 把故事 讲完了 最后 不知道 他是不是 还想吓吓大家 他说 这 其实不是一个 鬼故事 而是一件 真事 因为 那个律师的家 就在 我们家 附近 主妇文华 听到 这是真事 吓得 抱住了 自己的丈夫 等小凤 讲完 这个鬼故事 夜 也深了 这个小洋楼 在上海市郊区 本来就是一个 特别安静的地方 而现在 说话声一停 更显出了 四周 死一般的 劲 朱龙 站起来 向 李时夫妇 说了再见后 回家了 小凤 收拾了一下 客厅 也回到了 他在 三楼的 房间 李时夫妇 回到房间后 李时已经 困得不行 躺在床上 马上就 睡着了 文华 却睡不着 这个胆小的 女子 不仅晚上 看了鬼片 还听了 很多鬼故事 现在 她听着窗外 呼呼的 风声 再看看 这房间四周 总觉得 有什么地方 不对 最后 小凤 讲的那个 鬼手的故事 不知为什么 一直在 她的脑海里 出现 文华最近 咳嗽的厉害 为了不影响 她的丈夫 睡觉 所以两人 不睡在 同一边 而是 睡在床的 两头 但是 这晚 睡觉之前 她要求 和丈夫 互换了方向 原因是 丈夫 睡的那头 有床头灯 方便她 晚上 睡不着的时候 开灯 这不 才不到 一个小时 文华 已经开灯 关灯 四五次了 同时 她还把丈夫 叫醒了 好几回 最后 丈夫 生气了 她才不敢 再去 叫醒她 文华 睡不着 或者说是 她不敢 睡着 她总想着 那只鬼手 总有一种 不安的感觉 又过了 半个小时 文华 还是 睡不着 没办法 她起身 找到 丈夫的 安眠药 吃了两片 这个药 很厉害 不多久 文华 就睡着了 不知道 睡了 有多久 黑暗中 有一样东西 把她 惊醒了 那是 一只手 在轻轻地 摸着 她的脖子 她 半睡 半醒 忘了 她和丈夫 并没有 睡在一头 刚开始 她还以为 是她的丈夫 在摸她 她想把 这只手 拿开 但是 全身 无力 连一根手指 都抬不起来 又过了一会儿 一件可怕的事情 发生了 她第二次 感觉到 有一只手 在摸 她的脖子 但这只手 和第一只手 不一样 这只手 很冷 很冷 比冰 还冷 呀 鬼手 这是文华的 第一感觉 她 害怕极了 同时 也完全 清醒了 她清楚地 感觉到 那只手的手指 是那么的冰 指甲 是那么的长 她想到了 晚上看的鬼片 想到了 杀死 那个律师的 鬼手 她害怕极了 全身 都在冒着冷汗 她想叫人 但是 又叫不出声来 就这样 不知 不知过了 多长时间 她只觉得 时间 过得很 慢 很慢 最后 她 晕过去了 第二天 李时 醒来后 发现 妻子的脸 像火 一样红 还一直 在说着 梦话 她摸了摸 她的头 热度 高得 厉害 李时 跳了起来 把文华 叫醒 文华 醒来后 还是很 害怕 她哭着 告诉了 李时 昨天晚上 发生的事情 一个小时后 医生 来了 医生 看了一下 后 说 她 她是因为 受到了 极度的 惊吓 才生病的 现在 她需要 安静地 休息 不能 再受到 惊吓了 像她 这样 胆小的人 根本 就不应该 看鬼片 或者是 听鬼故事 在医生 给文华 看病的时候 又发生了一件 奇怪的事情 那个医生 发现文华的床上 有一种 奇怪的味道 她在文华的床旁边 找到了一块布 那味道 就是从那块布上 发出的 那是 迷药的味道 但是 医生 不是侦探 所以 她看完病后 就走了 这时 那个 不请自来的 猪龙 也来到了 李时夫妇的家 李时 把昨天晚上 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猪龙 为什么 会有迷药呢 李时 感到很奇怪 她 看向猪龙 说 你是个聪明人 你来说说看吧 哈哈 这样奇怪的事情 我哪里知道 我哪里知道 为什么 这要问问 福尔摩斯 大侦探 才行了 猪龙 笑道 可是 中国 没有 福尔摩斯 中国 虽然 没有 福尔摩斯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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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桑 大侦探 呀 猪龙 鼓励李时 打电话给 霍桑 大侦探 让他 来解开 这个难题 李时 是个公子哥 他觉得 打电话 太麻烦 于是 猪龙 找出了电话号码 半开玩笑似的 打给了 霍桑 猪龙以为 侦探 事务所很忙 不会有时间 处理 这样的小事 没想到 电话里说 你们等会儿 我马上就到 一个小时后 这位 霍桑 大侦探 来到了 李时的家 李时 猪龙 小凤 还有其他的下人 都看着 这位全国有名的 大侦探 他们都感觉到 这位大侦探 除了耳朵上的一块 大红印记 比较特别外 没有什么 特别的地方 他的衣服 很大 很旧 鞋子 也很脏 这位大侦探 问了李时 很多问题 然后 坐在沙发上 想着 这整件事情 他把李时 说的话 在脑中 过了一遍 他想 昨天晚上 一定有人 进了 他们的房间 想用迷药 迷倒 睡在这床上的人 但不知道 为什么 这件事 没有做成 这个人 有什么 目的呢 偷东西吗 偷东西的话 这房间里 有很多 金手表 金手链 但都没有 被偷走 杀人吗 杀人的话 应该也不会 如果要杀人 文华就不会 只是发烧了 不是想偷东西 也不是 想杀人 那么 这个人 进这个房间的 目的 到底是什么 货桑 边响 边拿出 一根烟 有一口 没一口 地吸着 主妇 文华说 他是被 第二次 那只 很冰的手 完全 惊醒的 那就是说 第一次的手 应该和 常人 没有什么 区别 所以 他并不害怕 进一步 可以知道 昨天晚上 进这个房间的 不止 一个人 而是 两个人 那为什么 第二个人的手 会那么冷呢 如果是 这个屋子里面的人 屋子里 有暖气 不应该会 手冷 只有在 两种情况下 才会 手冷 第一种 是刚从 外面 进屋的人 因为 现在是 十二月 昨晚 又下了雪 天很冷 第二种 是很瘦的人 这样的人 他的手 在冬天里 只会 一直 都是冷的 所以 现在 可以知道 昨天晚上 有两个人 进了 这个房间 一个 是屋内人 一个 是 外来人 第一只 手 是 屋内人的 第二只 冷得 像 鬼的 手 是 外来人的 好一个 里应 外合 花那么 大的功夫 他们 到底 有什么 目的 想到这 霍桑 抬起眼 扫了一遍 屋里 所有的人 他的 视线 在 一胖 一瘦 两个人 身上 多停了 几秒钟 李时 看这位 大侦探 一直 不说话 有点 坐不住了 他问道 请问 霍先生 昨天晚上的 事 是人 干的 还是 鬼 干的 霍桑 笑了笑 开玩笑 似的 说 这件事 太奇怪了 倒像是 鬼干的 果真是鬼 那一定 不会 找上我 李时 突然这样 说了一句 为什么 霍桑 抬起眼 来看他 我脖子上 带着祖传的宝物 鬼可不敢来找我 李时 回答的时候 旁边 有一个人 干咳了一下 是那位 很瘦的 猪龙 呀 宝物 在脖子里 霍桑 突然 兴奋起来 他想 听说 昨晚 主人 李时 和主妇 文华 互换了 睡觉的方向 而那 黑暗中的 手 又两次 都是摸在 主妇的 脖子上 有没有可能 那两只 怪手 本来要摸的 是主人 李时 的脖子 却 勿摸到了 主妇的 脖子上呢 请问 那是一件 什么宝物呢 霍桑 问道 这是 这位 大侦探 进门以后 第一次 发出 兴奋的声音 那是我 曾祖父 留下来的 东西 听说 是他 从 外国 带回来的 不是很值钱 但是 有辟邪的作用 我从小 戴在身上 就一直 没有遇到过 什么鬼呀 怪呀的 李时 说 可以给我 看一下吗 大侦探 显得 非常 兴奋 李时 想了想 说 可以 那只是一条 做工 十分简单的 小金龙 他从 他的脖子上 取下了 一条 金链 在这 金链上 挂着一个 黄色的 小布袋 想必 小金龙 就藏在 这布袋里面 李时 取下 小布袋时 显得 十分 认真 霍桑 正要 接过布袋 李时的手 却停了 下来 这个时候 猪龙 开口道 霍先生 你的面子 真不小 据我所知 我们李时 先生 从来不让 别人 碰他的 小宝物 你是 第一人 呢 霍桑 听后 半开玩笑地 说道 既然这样 我得先 洗洗手 才好 他用 两个 指头 从主人 手里 接过了 金链 问 洗手间 在哪儿 李时 指了指 洗手间 的方向 霍桑 转身 去了洗手间 不一会儿 霍桑 从洗手间 出来 笑着说 报告 李先生 我不但 洗手了 我还用了 你们 洗手间 里的香皂 认认真 真的 洗了 李时 点点头 似乎 很满意 他的 做法 霍桑 坐回 沙发上 打开 小布袋 把那个 宝物 拿了 出来 真的 就是一条 做工 十分 简单的 小金龙 没有什么 特别的 地方 霍桑 看着 这条 小金龙 心想 这么 奇怪 的 东西 祖先 那么认真的 传到 子孙 手里 除了 辟邪 这个 可笑的 理由 应该 还有 别的 理由 吧 想到 这 霍桑 问 能不能 说说 你 曾祖父 的 事情 李时 不知道 为什么 这位 大侦探 要突然 问起 他曾 祖父 的 事情 但 但还是把 他以前 听他父亲 说的 有关 曾祖父的 事情 告诉了 霍桑 李时的 曾祖父 名叫 李丹 曾在海军 当官 做得 很不错 他因为 工作的 关系 去过 很多 国家 在德国 住的 时间 最长 因为 他和 晚清 最有名的 政治家 李鸿章 是好朋友 回国后 他曾 向 李鸿章 提出过 一个 伟大的 建议 但 李鸿章 当时 没有 听 他的话 他很 失望地 回了 老家 不再 当官了 因为 在 李丹 之前 他们村里 从来 没有出过 当 大官 的人 也从来 没有人 出过 国 所以 村里面 的人 对他 有很多 传说 其中 一个 传说 是 李丹 从德国 带回了 很多 颗 钻石 钻石 多得 数不清 可以 够他们 李家人 吃喝 玩乐 好几百年 全村人 都相信 李家 藏有 很多 钻石 就连 李家人 也这么 认为 这么 多年来 李家的 子孙们 一直 想找到 钻石 但是 直到 现在 他们 一颗 都没有 找到 李丹 李丹 死的时候 已经 61岁了 那正是 甲午战争 战败的一年 当 战败的消息 传到 李丹 那里时 他 大叫了一声 倒在地上 当时 就得了疾病 快死了 家人们 坐在 他身边 问他 还有没有 什么 话 要说 他那时候 已经 说不了 话了 他 抬起 他 无力的 手 指了指 自己的 耳朵 费尽 全身 力气 说出了 一个 笼字 这样 一连 说了 好几 最后 他又 嘀嘀地 叫着 大同 两个字 大同 是他 孙子的 名字 也就是 李时 的 父亲 当时 家人们 认为 他说的 是 他的 耳朵 聋了 听不见 家人们 的 问话 但是 看他 紧张的 样子 像是 有什么 重要的话 还没说出来 似的 于是 家人们 跑去拿 笔 和纸 想让他 写下来 老人 用他那 无力的 手 很努力地 拿起笔 在纸上 写出了 一个字 家人们 费了好 长时间 才看出 老人 写的 那个字 是 龙字 最后 这位老人 摇摇头 放下笔 死了 直到 现在 家人们 都不知道 老人 最后 想要 说的 到底 是 什么 李时 一口气 把 曾祖父的 故事 讲完了 霍桑 看着 他手里的 那条 小金龙 心想 这小金龙 到底 有什么 秘密呢 如果 它不重要 为什么 老人 要把 这个东西 传给 自己的 子孙呢 小金龙 龙 老人 死前 写的 最后 一个 字 龙 龙 可以分成 两个字 龙 和 耳 那有没有 可能 老人 本来 想写的 就是两个字 龙 和 耳 呢 如果 这个想法 是对的 龙 应该 就是这条 小金龙 了 那么 耳 又是什么 意思呢 霍桑 又看了看 他手中的 小金龙 越看 越觉得 这条 龙的 形状 像一把 钥匙 如果 是钥匙 那就应该 有 能用这把 钥匙 开门的 锁 那么 带这把 锁的门 又在 哪里呢 门后面 又有 什么样的 秘密呢 会不会 那几十年来的 秘密 从来没有 被找到的 钻石 就藏在 那个门 后面呢 一切的答案 也许 都在 这个 耳 字 上面 不管 怎么说 昨天晚上 那个黑暗中的 鬼手 应该是 已经知道 这个答案了 他不知道 昨天晚上 李时和文华 换了方向 睡觉 以为李时 还是睡在 原来床的 那头 所以 只摸了 文华的脖子 他的目的 就是想拿到 这条小金龙 看来 这个鬼手 很了解 李时夫妇的事情 李时看到 这位大侦探 只是低着头 一直看着 小金龙 什么话也不说 就问 霍先生 我曾祖父的事 和这个鬼手 有什么关系吗 霍丧 抬起头来 把手中的小金龙 还给了李时 然后说 现在还不知道 我想先检查一下 这里的每一个房间 不知道 方不方便 李时点点头 说他可以带路 于是 霍丧 跟着李时 上了楼 霍丧 把一二两层 所有房间 都看过了 都是 普通的房间 没有什么 特别的 最后 他们 来到了 第三层 第三层 有一间 大房间 和一间 小房间 小房间 是 侍女 小凤的房间 也没有 什么 特别的地方 最后 他们走进了 三楼的 大房间 这个大房间 关着门 门上 有锁 李时 拿出钥匙 开了锁 让霍丧 进去 这个房间 四周 都挂着 厚厚的窗帘 所以 房间里 很暗 里面 除了椅子 桌子外 还有很多 漂亮的 外国油画 和各种各样的 中国花瓶 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 一个盖着红布的东西 看上去 像是一个铜像 但是 因为盖着红布 霍丧 不太确定 那是什么东西 霍丧 走上前 想把那块红布 拿开 突然 李时 紧张地叫道 呀 请不要动它 为什么 霍丧 转过头 很奇怪地 看着李时 李时 停了一下 说 这红布下面 是曾祖父的铜像 是他从德国 带回来的 这铜像 很厉害 听说 只要是碰过铜像的人 都会碰到 不好的事情 曾经有一个人 不信邪 去摸了这个铜像 结果第二天 就死了 像这样的事情 还不止一件 所以霍先生 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请不要摸这个铜像 霍丧 听着听着 突然向后一躺 倒在了沙发上 霍先生 你怎么了 霍丧 担心地问 我感到有点头晕 你能不能 拿一杯水 来给我呢 霍丧 一边摸 一边说道 我就说 这个铜像 不能摸吧 霍丧 心里想着 嘴上硬道 好好 您在这儿 等着 就赶紧 下楼 拿水去了 霍丧 看霍丧 出门后 赶紧 从沙发上 跳起来 一手 拿开了 那块红布 果然 红布下 是李丹的 一大一小 两座铜像 他上前一步 很认真的 看着 大铜像的耳朵 又用手 摸了又摸 最后 他惊喜地发现 铜像的右耳朵上 有一个小洞 那个洞 很小很小 如果不认真看 不用手摸 根本发现不了 霍丧 轻轻地笑了一下 看来 他猜得没错 他 找到锁了 他的脑海里 出现了这样一个画面 几十年 几十年前 那位就要死去的老人 躺在床上 用他那无力的手 指了指自己的耳朵 努力地说 孩子们 孩子们 你们要用那条小金龙 插到我那座大铜像的耳里 到那时 你们就可以发现 我一直藏着的秘密 一定要记住啊 那李丹想要说的话 应该就是这样 但是 他那时候 没有力气 也说不了话了 结果 他努力 说出的笼子 又因为 他指了耳朵 所以被家人们 认为 他耳聋了 然后 他想说的大铜像 也因为 说的太小声 被家人们 认为 他在叫他孙子 大铜的名字 就这样 老人心中藏的秘密 一直没被发现 那么 这铜像里面 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霍桑 想再看一看 那座铜像 却被上楼的 脚步声打断了 主人李时 急急忙忙地 回到三楼 手里还拿着一杯水 他把水 给霍桑 并问 霍先生 感觉 好一点了吗 霍桑 笑着说 好多了 刚才 刚才一时间 想的东西 太多 有点头晕 现在没事了 李时点点头 对他说 现在所有房间 都看完了 昨晚的怪事 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吗 霍桑 霍桑把水放下 站起身来说 我已经找到方向了 但还有一些事情 需要我回去 好好想想 三天后 我给你答案 李时 还想问点什么 但霍桑 没有给他 问的机会 送霍桑 出门后 李时 回到楼上 妻子 文华 还躺在床上 他的好朋友 朱龙 和侍女 小凤 一脸担心地 看着对方 霍桑 答应 三天后 再来 但其实 他第二天 就已经来了 奇怪的是 他没有在白天来 而是 在深夜的时候 偷偷地 来了 那天晚上 深夜两点 他来到这个 三层楼的 小洋楼 抬起头 干咳了一声 那第三层楼的 一个房间的灯 马上亮了起来 不到两分钟 这个小洋楼的 后门 开了 一个黑影 抬头 看了一下 霍桑 然后 霍桑 跟着这个黑影 进了屋里 霍桑 跟着这个黑影 轻轻地 爬上了 三楼 黑暗中 这个黑影 似乎在 发抖 到了第三层楼 这位大侦探 不知从哪里 变出了一把 万能钥匙 轻轻松松 就把房间的 门锁 打开了 霍桑 让黑影 进去后 自己 也走进了 房间 他轻轻地 把门关上 然后 又开了灯 因为 这个房间 有很厚的窗帘 所以 外面的人 看不到灯光 灯光中 那个黑影 还在发抖 他 就是 侍女 小凤 霍桑 像回到自己家一样 找了一个 最舒服的沙发 坐下后 笑着 对小凤说 请坐 小凤 还在 发抖 看起来 很紧张 霍桑 霍桑 看了他一眼 说 今天 这个情形 和你前天晚上 带那个姓朱的 进来时的情形 有些相同吧 侍女 低着头 没有说话 不过 前天晚上 你们并没有 到这第三层楼来 那个姓朱的 他约你 一起进 主人的房间 偷主人 脖子上的 小宝物 他答应 事成后 给你什么 钻石 是不是 不过 我有一点 不太明白 你们准备的 迷药 为什么不用 胆小吗 侍女 还是没有回答 哈哈 小凤 猪龙 你叫凤 他叫龙 你们还真是 很合适的一对呀 你的小情人 今天不来吗 霍三开玩笑道 侍女 小凤 站在对面 低着头 本来就很红的脸 变得更红了 其实 这位大侦探 刚来时 并不确定 自己猜的 对不对 但从这侍女的 反应上来看 他是猜对了 最后 货三看了看手表 说 开始干正事吧 他从沙发上 站起来 走到那座盖着 红布的铜像前面 拿下红布 然后 他从他的口袋里 拿出了一个小袋子 把一个小东西 从小袋子里 倒了出来 那是一条小龙 和礼石脖子上 那条小金龙的形状 很像 但这条小龙 不是金的 而是用铁做成的 原来 那天 霍三带着小金龙 去洗手间洗手的时候 把那条小金龙 按在两块香皂中间 得到了一个小金龙的印子 然后 再用那个印子 做成了现在这条小铁龙 霍三小心地 把小铁龙的头部 插到大铜像 右边耳朵的小洞里 然后 用力转了一下 他 他很兴奋地看着铜像 但铜像一动不动 没有半点反应 霍三很失望 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显得有些着急 他又认真的 看了一遍铜像 最后 他发现 这铜像右边耳朵的后面 还有一个 更小的小洞 这次 他把小铁龙的头部 插到了这个小洞中 又用力 转了好几下 突然 铜像的头部 动了起来 然后 慢慢地 向后倒了下去 站在一旁的 侍女小缝 惊得 说不出话来 他们都看到 铜像分开的头部 和脖子中间 有一个小盒子 看来 这么多年的秘密 都在 这小盒子中了 霍桑打开盒子 里面有一本很小的 笔记本 和一个小袋子 笔记本上 写满了字 霍桑想 这应该是 李丹的字 他坐在沙发上 用最快的速度 看完了笔记本上的字 他发现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 海军计划 霍桑想起了 李时说的 他的曾祖父 和李鸿章 是好朋友 曾经向李鸿章 提出过一个 伟大的建议 但是 李鸿章 没有听他的话 现在看来 那个伟大的建议 应该就是这笔记本上的 海军计划了 虽然这个计划 放到现在 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 但是 如果当时能实现这个计划 说不定 甲午战争 就不会战败了 笔记本的最后一页 是李丹要告诉 子孙们的话 上面写着 子孙们 如果以后有机会 你们一定要实现这个 海军计划 小袋子里 有我在德国得到的 十颗钻石 这些钻石 助国家实现这个海军计划 不能用在别的地方 霍桑打开小袋子 果然里面有十颗 美丽的钻石 看到钻石 霍桑眼里放着光 而旁边的侍女小凤 从来没有见过钻石 更是张着口 说不出一句话来 霍桑看了小凤一眼 把钻石放回小袋子中 再把笔记本和小袋子 都放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接着 他把铜像的头部 放回了原来的地方 再盖上了红布 现在 这铜像看上去 就像从来没有被碰过的一样 霍桑对小凤说 今天辛苦你了 今天辛苦你了 现在你可以回房间睡觉了 这钻石就算是给我的封口费了 另外你那个姓朱的情人 并不是什么好东西 并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要小心 小凤慢慢地向门口走去 到了门口 又转回头 问 霍先生 那钻石 你不还给主人吗 霍桑抬起头 轻轻地笑道 我为什么要还 是我找到的钻石 小凤听后 有点生气地说道 你可是全国有名的霍桑大侦探呢 怎么能这样 霍桑笑了 说道 谁告诉你 我是霍桑的 你 不是霍先生 那 那你是谁 小凤看着眼前这个人 惊得声音都发抖了起来 哈哈 我是一名侠盗 或者 你可以叫我 小偷 我只不过是 那天看霍桑事务所没人 偷偷进去 拿了点东西 正好接到了你主人的电话 那 你的名字是 小凤接着问 这名侠盗没有回答 只是 对他笑了笑 慢慢地 走出了房间 离开了这个 小洋楼 小凤只记得 在他 经过他时 他耳朵上的那块印记 特别大 特别红 这天晚上的时 除了侍女小凤 没有人知道 而小凤 当然不会把这件事 说出来 三天后 李时收到了一封信 是霍桑写的 信很短 上面写着 那天晚上的鬼手 不是鬼 而是你的好朋友 猪龙 他这么做 是想要偷走你脖子上 笔鞋的小宝物 和信在一起的 还有一本 笔记本 李时发现 这是他 曾祖父的笔记本 他不明白 这本 他从来没有 见过的笔记本 怎么会 到了霍桑手中 他摇摇头 把笔记本 放到了一边 这位每天只知道 玩的李时先生 从来没有想过 要好好读一读 这本笔记本 所以他到最后 也没能知道 铜像 钻石 还有那鬼手的 真正目的 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